公事誰來晚餐 每期待你拜訪一個家庭 並邀請他們的夢幻嘉賓上門 共進晚餐 台灣的夜市文化獨步全球 CR7幾乎是全民運動 到夜市除了吃小吃 聽攤販的叫賣絕活 也是不可少的樂趣 今天的東道主就是在萬華夜市 擺攤的叫賣歌 一般人對叫賣的印象 只停在幽默搞笑 實際上他們得看天吃飯 日夜顛倒 回到家更是沒話可說 叫賣這行會有什麼樣的人生故事呢 夜生俊三十八歲 在夜市賣玩具 原稱叫賣歌 她想邀請一起吃飯的是 雪姬卡 妳沒人啊 許孝順 同居女友陳秀玲四十歲 和阿俊一起擺攤 她想邀請的是 妳看嗎 阿哥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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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 在家 帥帥 阿俊 是兩元剛利養的兒子 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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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的嘉賓會是誰呢 讓我們先來認識一下 今天的東道主吧 這個被人潮包圍每天在玩玩具的叫賣歌 就是今天的東道主阿俊 阿俊叫賣的方式很有台灣味 信手年來都是順口溜 很難想像她入行只有四年 這是阿俊的第一份工作 過去的她其實是不務正業的小混混 我二十歲到三十歲這段時間 除了被關之外 就是在同情 我會有一點點離京叛道 就是跟家庭脫離 就是因為我從小跟我爸爸媽媽 不是相處的時間很少 阿俊的爸媽是生意人 十年前在台中經營牛肉場 阿俊在不缺錢 但不見父母的環境長大 他就是那段時間我都做生意了 做生意我生出來 他生出來的生意都別人出來 那一段時間要扁他 他就跟他講 只不過他是阿俊長大 阿俊因為打架吸毒進出監獄四次 在他服刑期間 家裡的經濟竟一氣垮下 政府就掃黃 就全省牛肉場都關掉之後 他就開始亂投資了 然後遇到股市崩盤 然後就整個人就 家裡面的經濟就趴了 從此阿俊的爸媽只能做小本生意 到夜市裡擺攤叫賣 阿俊的爸爸在兩年前過世 媽媽則帶著阿俊繼續叫賣還負債 這支可以做水果刀 可以做菜刀 可以當作煲頭 可以做生意刀 可以破事歸 還可以嚇壞 這樣我帶給你看 阿俊的媽媽為了斷絕阿俊與損友的聯繫 在阿俊出獄當天 就帶著一家人離家北上 反正像我們生意刀 我們有這個事情 我們有這個事情 就對了 只能夠捏回就捏回 所以他從出獄去工就對了 我總是帶著台北 帶著台北就變怪了 我都跟我做家事 我不會放棄他們 直到三十二歲那一年 阿俊不再有手好閒 他接手爸媽的攤位 在夜市裡工作 但一開始 阿俊其實很難放下身段 我會覺得很丟人是因為 有一次我就是 剛好去夜市裡面 然後我爸在喊 那很棒 然後我就進去裡面幫忙 進去場子裡面幫忙 結果我被自己的小弟認出來 阿你怎麼會在這邊 阿俊要去做錢力阿阿阿阿阿阿阿 我就覺得很不好意思 自尊心作祟 所以從那一次以後 我就沒有再去夜市過 沒有再去幫忙過 一直到我關出來之後 就是在旁邊做暗裝 因為我也不會 就是在外面裝客人 從喬裝客人 到成為夜市裡的叫賣王 現在的阿俊 已經不是以前那個 瞧不起自己的阿俊了 很多我們這種人 都會有那個想要轉變的念頭 可是有很多壓力 一直會不斷地 會被貼標籤 會不斷地被質疑 做夜市不可止 我現在賺的是正當權 我可以很大聲說我是流汗賺的 我以前賭博的錢 收債的錢 賣藥的錢 怎麼來就怎麼去 不是賭掉 又買藥 可是你現在你就 我一百塊是很不容易賺到的 我今天賺了一千塊 我要在台上帶著麥克風 一直講講講不停地講 兩三個小時 我要擺攤 我前面要擺攤 我要收攤要三四個小時 這一千塊 我可以 那麼容易就讓它輸掉 阿俊說 再苦都不會走回頭路 出獄後的阿俊 開始到夜市擺地攤 在夜市裡 他擁有了人生第一份工作 也認識了同樣在擺攤的秀玲 因為剛出來不會直接回家 因為是我那個洗俗啦 出來不能回家 就是要先在外面洗乾淨怎樣怎樣 弄一弄再回家 第二天啦 第二天認識他的 我是他第一個女人 我為什麼 看你這麼老人哪有可能 可是對他們來講 他們是算第一個 因為他們這麼多年 都沒有碰到女人 你懂嗎 所以他說 阿俊要給我負責任 所以我就一直負責任 負責任到現在 啊今天很倒楣 樂觀的秀玲 一點也不在乎阿俊的過去 反而覺得 能跟阿俊在一起 有種成就感 我說的他聽得有 他說的我也聽得有 不過他覺得說 很少女人了解 他那種人的失誤 你聽得有嗎 秀玲家境困苦 從小就跟著媽媽在夜市裡 做生意長大 現在秀玲一家人 也都在阿俊的玩具攤附近賣東西 剛剛那個二姐 這一邊是三姐 我排第四 第五的在那一邊 秀玲的媽媽 到現在也還沒退休 媽媽就說 關這個水學 給小朋友來試著來玩這樣子 所以 其實我們家都 吃著玩的什麼都有 來夜市就這樣吃吃喝喝玩 回家了對不對 秀玲現在全心幫阿俊賣玩具 阿俊叫賣 他負責打包收錢 有時阿俊化還沒聲 秀玲也撐得住場面 這隻閃電賣 閃電賣 閃電賣 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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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玲和阿俊一起工作打拚 同居也有四年的時間 小倆口只差一張結婚證書 就跟一般的夫妻沒兩樣 其實是不差啦 其實我們一段座而已 都差不多是這樣的 其實我們家的生活差不多都是這樣的 比較沒想到的問題 前天我一個朋友才離婚而已 結婚又要離婚了 麻煩 今天事件就是這樣啦 先上車後補票 先住在一起讓我看 用好用的話再講 我真的覺得你怕怎麼會不會這樣 你不覺得嗎 你不覺得嗎 他平常打招呼 很久嗎 很少啦 很少啦 請問節裡面要過嗎 有啊 過啊 在夜市裡面過啊 每年都是夜市在裡面過啊 過日子比過節重要 從來都去生燕陽雨啊 我們這七八年啊 一定永久啊 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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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遺憾啊 不會當作補你而已 才認識得比較好 酸溜溜的秀玲說不在乎過節 但話語中卻充滿對浪漫的渴望 關於結婚 秀玲也是一貫無所謂的態度 內心卻抱著希望 他說要等啊 等他有錢啊 等他有錢啊 等他有錢的時候 下一個年就不是我了 有錢啊 如果要找到什麼 找這種呢 怎麼說啦 他問過我恩次了 他問我說 我什麼時候要結婚啊 我就說 再等了 等三年八個月 那你是真的有趕快 三年八個月過去嗎 沒有啊 三年八個月後 還是三年八個月 那這樣聽起來 你比較像朋友是不是 還是你真的是有愛情 你好 對結婚成家沒想法的阿俊 在感情上似乎仍是個浪子 下午四點 阿俊和女友秀玲還賴在床上 對夜市人來說 天黑前起床都不算晚 今天要擺他嗎 看起來好像下雨啊 你來有沒有下雨 沒有 陰天耶 我沒有下雨就要擺他了 阿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看氣象 叫賣這行需要人潮 因此要看天吃飯 雲一直跑出來 生出來的 那你預計這樣幾點會下雨 我沒那麼厲害啦 我來這裡好 我就比中間幾點更厲害 看來晚上下雨機率可高 但阿俊決定賭一把 趕緊出門補貨 我會找一些市面上比較少的 比較新的 太多人在賣的東西 我們利潤可能就會 沒有辦法打到那邊 所以這都是大部分 都是我們交賣在賣的 廠商專禁給我們賣的 阿俊古過 除了挑選較多人買的大玩具 為了吸引人潮 他也會補一些送給客人的小贈品 沒有人去送市場的吧 我送東西送市場的 送市場的送 有人家給你帶回來 像框啊 還有一點市場 跟它企圖一樣 對 人家吃水果的嘛 幾包 這15塊喔 嗯 不熟悉的話 不熟悉的話 一定會亂補 只要開始有囤貨 囤貨久了 你就知道 這個東西大概可不可以買 阿俊家的一樓就是玩具倉庫 要走進家裡頭 必須先經過這些囤貨 半島這附近的房子 幾乎都是夜市的人買的 半島就是夜市人租的 東西那麼多 除不過沒有跟倉庫跟住的在一起 你另外要花一條錢去住倉庫 接近傍晚 果然附近鄰居的門口 小推車紛紛出籠 從家中退出攤位 夜市人的一天正要開始 你們平常吃飯都怎麼吃 可以 就這樣子吃 就在這邊吃 對啊 這就是餐桌 然後 有時候下面還有人會 坐在下面看我吃飯 好 夜市這麼多美食 會特別吃夜市嗎 我不喜歡吃夜市的東西 很會吃嗎 你坐夜市你就知道 這個 不方便透露太多 沒想到夜市老闆不吃夜市小吃 那麼他們會想找誰一起吃飯呢 國外的比較不可能 馬欣 您講國外你想找什麼 這傑西卡 這傑西卡 少女時代那個傑西卡 他的口餐 我覺得他比較跟我說四個人 跟我們來我們島的時候 他比較可以跟我們做參考 對啊 多香蕉 這麼香蕉 哇 我是跟他王力宏 他就說 王力宏 對啊 我看他唱歌啦 做事情 講話有的 有的 比較有台灣人的味道 比較實在 你明白嗎 不會這樣做做做 有沒有 職爽的兩人 希望來賓也要能夠聊得來 匆匆吃飽 餐桌立刻要成為收銀桌 阿俊帶上麥克風 開始招攬客人 三部早就不走 兩部早就不走 一部早就來 再轉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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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暖場 阿俊開始發送 小型玩具增加買氣 四十就好 難聽到嗎 三十就好 三十塊 一隻三十的 三十塊 不要再小 三十 三十塊 現在三小 你現在打了 你三十塊 你錢準備好 一組買多少錢 稍等 吞下去 攔殺了 十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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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會您聽我講完 十塊 十塊 阿俊叫賣就像在灌米混湯 引領客人進入消費的氛圍 讓客人競相掏錢 一直唸個不停 目的是不讓客人清醒 他講得很溜 客人聽不懂也沒關係 反正就是帶過 他聽得不濕 聽得不濕 聽得不濕 都沒關係 他一直在想上去是什麼 我已經在講下一句 那個時候他就在忙 那個忙的時候 我們還來講明明 然後叫他開車 為了要證明說 他真的會過 麻煩你 阿俊和客人互動沒有一號 總能創造高買器 但和同業間的互動 卻要更小心翼翼 目中都顧人圓 因為你一般的攤販 擺在我旁邊 都會被我圍死 不可能每個人都會害 不可能每個人都會自己很好的 但是表面你要做得出來 你才會在這邊生存 沒有人就會想進辦法 把你挖掉 我常常在夜市講一句話就是 鑽錢的鑽 鑽外的鑽 你在夜市那裡 大獅子在那裡 一個禮拜後變成 今天你打獅子在那裡 要差很多 要差很多 夜市裡 人紅召季要防 突然下雨要跑 下雨喔 對交賣工作 越來越有心得的阿俊 也安自定下目標 我們每個人都會想 會有很多方式 可是我不會想說 像有的人說 我先貸款 先買 一邊住一邊繳 因為我這個是看天吃飯 我沒有一個很穩定的收入 我不是每個月固定 都是會有多少錢會進來 我寧願 因為現金做一次買 我沒有去分家 因為分家 如果九年就 還這個又要吃了 錢吃就不夠 還要打冠 房子 攤位都要租金 像這樣必須看天吃飯的人 有著很強的不確定感 為了讓同居生活更像個家 秀琳決定領養孩子 小寶寶竟然在夜市裡走失 小寶寶 兒子會為這個家 帶來什麼改變嗎 下一段更精彩喔 今天的東道主是住在蒙甲 靠擺地攤討生活的家庭 男主人阿俊是個更生人 女主人秀琳不計較她的過去 陪著她在夜市裡賺錢 兩人也同居四年了 今年秀琳開始想要有個孩子 阿俊和秀琳的玩具攤裡 兩名員工都是中錯生 大解頭個性的秀琳 把員工當自己的孩子照顧 長期供她們一起吃 住 有機會讓小朋友上場叫賣 開照顧 沒有黑豆外包 沒有明袋盤盤盤 現在開始公開照顧 多少 十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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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年輕人疼愛有家的秀琳 其實在人生中有個很大的缺憾 她一直想生小孩 卻始終不孕 那是一個疼 不要說話 說話我老婆 秀琳年輕時曾懷孕 因為怕媽媽發現 長命醫墮胎 卻造成不孕 現在花再多錢也求子不得 做了十幾年 有疑心 看無疑心 有廟宇 有生意吃到沒有廟宇 你吃 人說實際 你每次要做的時候 你覺得很開心 可是你每次都失敗 失敗 對她來說一次又一次的天 又一次又一次的照顧 到最大的 你想再試試就好了 女人最大的 最大的 是什麼 小孩的公認 你因為小孩的公認 就沒辦法 你會覺得 你不如去試試 不孕讓她在感情路上 經常受挫 只有阿俊不像其他男人 會介意這個問題 當我最辛苦的時候 其實我們這個 警察跟阿嬤靠 不用 不能生就不能生 又不是只有她一個人不能生 台灣那麼多人不能生 全世界那麼多人不能生 一個月前 秀琳決定以領養的方式 完成當媽媽的心願 而遲遲不肯跟秀琳結婚的阿俊 卻樂於當孩子的爸爸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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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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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OK 因為她 她一直想要有的話 你如果去阻擋她的話 對她來說也是不公平 我不能因為 我個人喜歡或是不喜歡 去扼殺她的權利 剛滿一歲的帥帥 正是加入兩人的同居世界 一個雞來說 有差別人 靠新一個雞 雞不是我們兩個 每天就上班下班 看電視她玩電腦 有什麼意義 可是有一個小寶寶來的時候 她有時候 就是很快樂 她這個爸爸媽媽爸爸 她做人的動作 有一個目標 你知道嗎 好好睡喔 爸爸 爸爸 爸爸好好睡 這樣 好好睡喔 秀琳當媽後 跟兒子形影不離 即使到夜市做生意 也會把兒子帶在身邊 甚至大方向客人介紹 有啊 有啊 我應該寶貝媽媽想 這個兒子 怎麼看都不想 你出事這麼小的 可愛 這叫可愛 秀琳說夜市就像大家庭 攀飯間會輪流照應 沒空照顧時 就丟給有空的人 孩子就像人求班 傳來傳去 嚇到快樂 快樂 不要動 阿嬤走走 阿嬤給他牽牽 阿嬤給你牽牽 火速換尿布 秀琳的媽媽 竟然把帥帥丟給製作單位 各自忙碌 夜市人還真帥性 不然 不過等生意忙完 要找回兒子就不容易了 在那裡嗎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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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一家問啊 問得到 阿師,我家耶 哪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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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啊 我家耶 哪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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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是尖峰時間 大發賺錢 沒有... 沒有空啊 沒有空啊 這要誰過去啊 去古中啊 賣水果那一個 他在頭的話 他喔 誰在過去他就擋住了 所以我就頭跟尾都有人 在照顧 所以不可能我兒子會不見你 去古中啊 我兒子耶 沒有看到啊 沒有看到 沒有... 我兒子在那裡 對啊 古鞭鞭鞭鞭啦 古鞭啦 我兒子啦 找到我兒子了啦 他終於找到我兒子了啦 夜市的小孩子 他到一湯裡 不像一般的小孩子 好像從入口一樣 在家裡都是沒有出門 看到很多人會怕 他不會啊 每個人帶他家一直走一直走 下班就帶回家睡覺 這樣就長大了 愛笑的秀琳 有了帥帥後更長大笑 兒子的加入 也讓他看到阿俊的體貼 同行間的溫情 秀琳說 他也永遠不會放棄 生小孩這個心願 或許我們有錢 我都病 我寧願再打開這個套 因為我感覺 我也希望說 跟另外一半那種男人 生出的孩子是什麼東西啊 我兩個生產是什麼 對啊 深夜十二點 人潮散去 阿俊開始收攤 回到家已經凌晨一點 叫賣一整天 阿俊回家幾乎不講話 我在家裡面的時間 都耗在電腦上面 很少 我真的會在這裡說話啦 他講話 我不一定會回話 回家後的大事就是吃宵夜 對一般人來說 吃宵夜像是在犯罪 夜市人卻當作正餐 因為我們習慣 沒吃 睡不著 吃下去很好睡 菜宜沒吃 就沒吃 到外面五六點 到七點到十分 到凌晨兩三點 吃完了也不會馬上睡 因為我們如果太早睡的話 早上會很早就起來 你早上太早起來的話 你一直耗耗耗耗耗到 晚上又要做生意的話 精神就不好 有時攤販們也會一起糾團吃宵夜 收完攤 一群人立刻殺到24小時的溫泉會館吃大餐 這一餐就跟上班族的晚餐沒兩樣 收攤後一定要放鬆一下 這是真的真的吃的 還是真的真的 都是真的 就是一天裡面最重要的一場 小夜 小夜 我們出來外面吃東西 我怕你的餐都會放鬆 好像雞月三十 凌晨四點吃宵夜 也以為只有大人們 包括明天要上學的小朋友 剛滿一歲的帥帥 甚至幾個月的小嬰兒 都加入熬夜的行列 像這樣日夜顛倒的生活 夜市人會有什麼職業病嗎 看秀琳自嘲的模樣 樂觀就是夜市人的養生之道 阿俊和秀琳是玩具攤老闆 不過上班不上班 得看老天爺的臉色 今天下雨不飲夜 秀琳只好在家拼經濟 對啊 因為下雨天啊 大家都沒有做生意啊 其實我們夜市 如果下雨天就是打麻將比較多 因為沒事了 下雨的地方去 那個小妹小妹小妹 小妹你是擺哪一攤 我擺高雲這攤子 高雲這攤子就是我拿了 秀琳的牌咖不是別人 是自己的親姐妹 因為同樣是攤販 大家常一起放假 打牌也算是種家庭聚會 所以你們會有個部長 講男人的壞話嗎 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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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開幾次 你開幾次 那種瓜連種的耶 桌上壇啦 他們這個比較好 就知道我要養女兒 他們就拿養女兒 睡靈裡 我跟你們睡靈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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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吃不靈魂 好姐妹相聚 話題沒禁忌 大家對於阿俊 遲遲不跟秀琳結婚 會出什麼點子呢 這個位子在家庭 我還餓姐姐 我不知道 那個姊姊的家庭不幸福 她在家庭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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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琳的妹妹意外爆料 對姊姊的同居生活沒意見 畢竟大家的婚姻都出問題 在家庭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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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藍的 在家庭不幸福 真的不幸福 她在家庭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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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許姊妹們的離婚經驗 是秀琳能接受同居現狀的原因之一 美白灘時 阿俊喜歡宅在家 欣賞她想邀請的偶像傑西卡跳舞 傑西卡是韓國少女時代的團員 她有什麼魅力呢 我聽不懂她們 我是喜歡看女生跳舞 這樣子而已 不然我怎麼知道她在唱什麼 為什麼喜歡看女生跳舞 要搖就漂亮了 對於阿俊這個喜好 秀琳似乎有點吃味 兩人的同居生活 嘗試阿俊盯著電腦 任由秀琳在背後自言自語 我才知道 我不能說每天看這個 有這種看舞 你跟家庭在家庭 我說 開始了 看得漂亮 你有沒有花蜜 不會啊 只說我擔心很多 幫忙掃地啊 拖地啊 拖地啊 米山啊 弄什麼都外用了 都外用了 我就覺得很生氣 你贏了嗎 沒關係 怎麼不贏啊 三小小你也幫我倒閉 你們家庭還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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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家庭還要去 不然我來整形一下 比較一樣 真的 我來幫你做比較陰謀意 不可能 愛開玩笑的秀琳 真正在意的是 阿俊總沉浸在網路世界 但秀琳並不清楚 阿俊在想什麼 我不要理他 他怕什麼 我不要理他 我不知道他怕什麼 所以他早在衝突免 我也不知道 我看好了 他那種花蜜 那怕花蜜嗎 花蜜啊 超花蜜的啊 對啊 很花啊 對啊 男人看美女是小 但對女友冷漠事情就大條了 秀琳表面上很灑脫 但內心終究想被阿俊捧在手心 反正他就是 你要做什麼 青菜啊 好啊 沒差啊 有得好不得好啊 我還覺得哪個機車啊 我就覺得他 他到底是有愛還是沒有 還是怎麼樣 我還是怎麼樣 我媽媽真的他也說話 交往六年 說到結婚 阿俊總用三年八個月搪塞 秀琳已經等了兩個三年八個月 其實我很珍惜這個家庭 我很用心在經營這個家 我經常說 我經常跟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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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經常跟我說 你怎麼經常跟我說 你聽不懂 他聽不懂 他說你不是我媽媽 你經常跟我說 你經常跟我說 媽媽 暫時還沒有 為什麼 沒有為什麼 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 我現在我 我 整個腦袋 我就只想要賺錢而已 什麼我都不想 甚至我覺得一個人過也可以啊 我 我不會 對這種東西很 care 秀琳一路陪著阿俊打拚做生意 隨著事業越做越好 但覺得情感卻漸行漸遠 真的有什麼變 人啊 野心啊 百體 跟人事物 改變 其實我也做小麥打拚 像我有一天 他真的放手 我也沒辦法 因為 這是我當初自己買的 我媽媽也一把我買 我回去 靠了 我媽媽說 我告訴你 你媽媽 你自己買 因為我媽媽 他只是我只是 訪動 只是要玩 他只要我再叫他 他應該不要 六年來 秀琳一直把阿俊當老公 雖然沒有名分 逢年過節 也跟著阿俊在夜市裡搶生意 吃團圓飯 甚至睡在攤位旁 兩人的努力讓生意越做越旺 而感情卻越來越淡 秀琳還能繼續等待 下一個三年八個月嗎 今天是嘉賓到訪的日子 為了不影響晚上生意 雙方選定午餐之約 阿俊的媽媽正在努力開路 生怕來賓走不進來 同時 媽媽也是今天的主廚 你右向好 是誰跟你 什麼右衣 對 右衣 因為 對 應該是組織人比較忙 他教那幾個都很忙 正當製作小組準備上樓 看阿俊和秀琳在忙什麼 媽媽提醒我們 剛才你們要來湯才進去睡 阿俊和秀琳習慣天亮才睡 中午時間睡得正熟 直到來賓快到了 媽媽才把他們叫醒 你們還記得今天是什麼日子嗎 知道怎麼不知道 我早就乾脆了 不要聽說 你明白嗎 現在很累嗎 不要 坐一坐 待會兒就好 好 好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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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在哪裡吃飯 要抓起來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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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不吃午餐的這家人 為了來賓特地早起 他們會猜到來賓是誰嗎 快點 應該是歌手 我不敢告訴我 應該是 你 大家都說錯 你 你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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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人邊講話邊打呵欠 客廳起分慵懶 廚房則像是在打仗 阿俊的媽媽想請秀琳下樓幫忙 卻透過員工傳話 你怎麼 要修理一下 準備弄微波爐的那個什麼 加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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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這樣 好嗎 所以不會 我只會 你怎麼 不會 我只會開 那這雞肉 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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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的 太軟的 微波問題解決 才清覺 最重要的白飯忘記煮 還沒有煮 還沒有 剛剛不是有人說要煮 我跟阿嬤講 阿嬤不是 阿嬤不是 混亂中 神秘嘉賓快到了 阿嬤 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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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賓前 兩人不約兒童抽起菸 像是個提神儀式 阿嬤就快泡下去 你知道嗎 阿嬤就快泡下去 阿嬤就快泡下去 阿嬤了 你看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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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記得這家人的嘉賓名單嗎 包括韓國少女時代團員傑西卡 知名主持人余美人 許孝順 其台語歌手翁立友 答案馬上揭曉囉 阿嬤 神秘嘉賓既然帶著媽媽一起來吃飯 到底來的是誰呢 別走開喔 你去總結束他 你嗎 你想她 她ube 你嗎 我是妳 我知道我 我知道誰 來,家店媽 嗨 好樂啊 你好 我一個人 答案揭曉 今天的來賓就是台語歌手翁立友 他的歌場被選為連續劇主題曲 主唱的夜市人生曾宏集一時 有機會到夜市人家做客 會不會更有話聊呢 那我看到夜市裡面呢 大家呢都是互相照顧 譬如說有的時候 可能突然想要上廁所對不對 可是怎麼辦 這個攤子只有他一個人在顧 可能就麻煩旁邊的這個 好朋友們 是一個小型社會的縮影 那我覺得那一幅畫 那一幅畫看起來就覺得 還蠻感動的 在社會上啊 多多撒撒 我也有認識一些這樣的一個朋友 我覺得 他們反倒是經歷過人生的那一份 挫折跟苦之後 然後他們重獲自由 會更加珍惜 走 走 最帥的吧 爸爸 很棒 那有料做嗎 很棒 我一直唱歌啊 你 很開心嗎 開心啊 去卡拉克都這麼會看 好嗎 翁立友到阿俊家吃飯 必須先經過一樓的倉庫 秀琳怕偶像不習慣急忙解釋 他吃飯 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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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滿桌家常菜 其阿俊一家人帥真的待客方式 翁立友突然覺得自己的穿著過於正式 入座前可以脫下西裝外套 卸下明星架式 開動前 一家人急忙檢查白飯到底熟了沒 要買嗎 看電視我都買了 看得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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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看得出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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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的同時回事 開始不停跟翁立友喊叫 我第一日本 第一成人 一個人 三文 你們三文 三文 三文 我嫁到三文 你 nive女的羅家 你去ész餐還便宜 你們不要找我們阿姨 那有心跟不心 你有心 沒問題 走遍了嗎 我要走遍了 你看見去 variables 我們就站在旁邊 這裡就有座端子 帶著我們两隻 會在旁邊 好 好了 好 遇上秀琳這樣的生意人 翁立友完全沒轍 因為你唱的歌都很有感覺 那種感覺 早上的蜜蜜蜜 唱在裡面就生了 倒一條 親愛公公的 倒一條給你的蜜蜜蜜 我說你是不是真的 真的不是我 我說我們朋友的蜜蜜蜜 他聽說剛才唱一條歌 不會唱他 這樣喔 什麼歌 堅持是一般我們做生意量的 我們覺得愛鄉頭前看 以前的朋友他們說 他們賣保全的 他們老闆每天早上 都一定要唱那一條歌 對啊對啊 我知道 不要保險那個 做船隻小的 保險的啦 沒車的啦 他們每天就對了 上班喔 早上的歌就是 一定要唱劍齊這樣 打完卡之後 全體都要唱完歌之後 出去打拚了 翁立友的歌曲 頗有激勵人心的作用 讓很多歌迷聽了都為之振奮 翁立友說 會唱這類歌曲 是因為自己曾身處困苦的環境 這條歌也是在 小外的成長背景 我們也是很難過的 三隻羊子去 以前我們家 我們家 我們家住在那裡 家裡也是 簡單單單 喔 啊如果 好風熱火 我們就開始要煩惱了 因為我們 熱火都會滴水 反正 如果比較好 滴麵酒杯 如果比較快要滴麵酒 就 唱起來還要重開 那時候 我們會覺得是要說小孩 這樣打拚 賺錢 改善家裡的狀況 當然是我對鄭家中華 要去台北打拚 我跟自己說 沒有先說 我不會回去 再來一點 我要讓 我的老母子 過比較親像人的生活 希望我放棄 還是退出的那些人 離輸 還是完家 封到一口氣 我原來現在 也是回到那裡 我跟媽媽 是一個關鍵 你希望有一個關鍵 如果小關 你在那個人生的路 你就找到一個平衡點 轉念的確能改變很多事 阿俊也了解他在夜市 做買賣的心路歷程 我頭很排斥 那時候的想法 在那裡看 感覺夜市比較低沉 我剛才在那裡 我最初的人 對我說了一句話 我在地的 每天你也不知道 每天就有人說我在地的 你都說人家 對嗎 那路過 秋水 走過 都要把它抖下去 你自己看看 我怎麼知道 我在地的 我告訴你 這口氣把它吞下去 才是痛苦 不是說把它吐出來 這口氣把它吐出來 就很容易 你喝過就你了 對 對 對 人家不像 他們吃到家 還沒吃到家 還沒吃到家 他們跟朋友 真的沒辦法 沒辦法 我怎麼說 我一個桌 我一個桌 也沒辦法 以前也是 當我開始要唱歌 只要走那個麥克風 要參加歌唱比賽 我就覺得 他不要說怎麼會這麼重 好像幾十千公斤 這麼重 皮皮剎 以前我沒做歌唱的時候 人家是從零分 都開始慢慢加分 你現在你是歌手 是出唱片的歌手 你是一百分 在倒闊 我如果不然音樂 唱跑去 破音 哎唷 怎麼這樣 我們跟CD差多 這就是壓力 我現在也沒有為自己 對啊 我也是都為 為家裡的 這些事大 在打招 因為 因為 以前我們 我們小孩 他把我們練得比較大 現在換我們 我們回來 我們好像說 這樣 社會才圓圓 就換我們來跟他們照顧 像今天 我的爸爸媽媽說 你們要去哪裡 我說 就要學來晚餐 還有一個 在家裡在排檔 真打招 粉豆 他說 那個節目我有看 學來晚餐 那真有意義 我可以對嗎 爸爸有來嗎 有啊 有啊 大家這時候才發現 翁立友 竟然帶著媽媽來錄影 趕緊邀請她 一起來吃飯 媽媽說要來 兩三四 我說 兩三四 拜拜 我說要來幫你加油 幫你鼓勵 謝謝 對啊 少許要怕 孝順的翁立友 出道打拚十四年 最近終於買房 也把爸媽 接到台北一起住 讓全家人 脫離租屋的苦日子 我剛才吃飯 我一起來 那個感覺 我就覺得 很清澈 又好像回到以前的 那個 那個 時光的那個人子 我一直跟自己說 我沒有好過以前的人子 我跟自己說 我不怕 不怕人家的事情 我只怕什麼事情 不是 BC比較恐怖 對 就是散 散 散 你散 別說 不是 像說 你穿著看著 你就會怕 那也說 他們的孩子 不要怕太多 就是不要有什麼 侵略 我現在要把我的 過期的 別讓你鼓勵 就是說 我們賺這個 賺你少年 還要開來 隔壁下去 我可以看你 這個 困難的環境 身為明星 孟立友不會言 怕窮 但他說 即使現在有賺錢了 還是跟過去一樣節省 現在 只要可以的話 還是搭捷運 搭公車 我那時候 痛苦 完整就去7-11 7-11有關東煮 那個湯不用錢 不要學 但是真的 那個湯不用錢 茶葉蛋一顆七塊 吃一顆 茶葉蛋 配那個湯 我也過了一段 你會覺得痛苦不買 為什麼 因為我上來台北 我已經有目標了 就是我要出場了 這哪有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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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會去回鄉 以前 過去 那段最辛苦的日子 這不然說 現在這樣 就賺錢 就 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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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定是浪費 因為 你很早就出社會 也看到社會 一些風風有 一些好的 賣的 你都有去經費 有去感受到 這是最重要的 不要再走 以前 那個火頭 對 這樣 以前 對 對 你這樣說 我說我去家夫婦 因為 為什麼 因為 人家在說 這 牌子 牌子 哪有在家 那是 用什麼 金錢都買不到 你知道嗎 你看你現在 讓你媽媽 每天看你 每天 每天 按燃手機 出去 買東西 我告訴你 比你做事情 買別人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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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 好 我們這樣說 對嗎 對 現在 有自己覺得 很開心 這個小孩 真的 很常常 不是 我看 我看媽媽 可能 因為你的眼睛也不知道 老 老幾年 今天老的這個眼睛 是開心的眼睛 是不是這樣 再來 你就要拍照 繼續讓他老 開心的眼睛 對 翁立友提醒阿俊 不要再讓愛他的家人 傷心 話風一轉 聊起阿俊最不願 面對的話題 阿俊說出什麼真心話 讓來賓直呼太白目了 這個男人太多 老心 但是 給你吧 好 你四千萬 你想太多 還好 我在哭 今天誰來晚餐 拜訪在夜市擺攤照賣的情侶黨 阿俊和秀玲 兩人同居四年 最近也領養一個兒子 來賓是和阿俊同年的翁立友 他很好奇 兩人為何不結婚呢 家人雖共處一室 難免有些想問對方 卻開不了口的問題 或是早已提出 卻得不到真實答案 誰來晚餐 心跳101的單元 則希望用抽籤的方式 讓對方說出真心話 今天籤筒裡 有幾個秀玲 一直想問阿俊的問題 偶像在場 阿俊會願意說出真心話嗎 不用請啦 不用請啦 這個一看 這個頭上的這個很真 媒體絕對都不好 不好 我有一個歌叫做求籤 我知道 你知道嗎 但是現在要叫你唱求籤 要叫你求籤 你自己 我也不知道 我怎麼會知道 請問阿俊 有錢又有閒的時候 你會變心目 就是對他 不知道 會對少年會變心目 不知道 未來的事情什麼人會知道 這個男人愛對 老實 但是白馬 叫我未來 白馬 我們未來的事情什麼人知道 是啊 老實啦 但是就白馬 我說這個很白馬 很多人又說這個 這麼白馬 同樣身為男人 阿俊的真心話 連翁立友都聽不下去 實在太尷尬了 翁立友只好繼續讓阿俊抽籤 繼續抽籤 快點啦 白馬 請問阿俊 等三年八個月結婚感情 我跟你講 他這三年八個月是一個口頭禪 反正從以前 實在到現在已經超過不知道幾年了 對不對 英文才是三年八個月 我已經說第三個三年八個月了 你要給他趕快嗎 三年八個月了 真的嗎 真的啊 三年八個月了 他一開始實在都說就有了 快便了 少年快便了 阿俊 阿俊 在眾人面前的確說了真心話 卻可能傷了秀琳的心 對 古早人家說 帶母親生的孩子 會有婚兆婚 反正帶來之後 我告訴你 一發不可收拾 要試試看嗎 他有婚姻恐懼症 你是家裡有怕婚嗎 沒有啊 我從以前就 一直對這個 我一直被 他要試試看嗎 送你兩年了 不是堅持了 要看婚 他的人愛民主 他沒有在這麼多人的面前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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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屎嫂 屎嫂頭頭頭跟你說 不可能 你會說他肥肉 怎麼可能 你會說他肥肉 他肥肉 他肥肉 同樣未婚的翁立友 開始以男人的角度 解釋像阿俊這種孔婚的心情 少年 你看 都看好好 對他死心塌地 他自己來 他都不認識 那好才知道 他在八歲 就開始在家裡 在這種環境下 所以他覺得 這一點就不辛苦 不然你如果 他肥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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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要帶他 做工作 做生意 他就發生 三年八個月 我說真的 我祝福你們 可以再提醒 因為 我也是對結婚 這種東西 我也不怕 我也不準備好了 因為 我們記得結婚 就是外國 其實這是一個 很大的挑戰 因為 我們說真的 青春悠寒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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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貴 餐後 一家人和偶像高歌一曲 留下難忘回憶 那是白慢慢向前走 有命藏是天主堂 只要用心來打拼 一定唱出 孤世明 沒想到唱完歌 秀琳竟然有頭有尾的 金學奧門票 他演唱我的歌 唱吧 你沒聽說吧 唱吧 你沒聽說吧 我倆也穿了 他沒有送過我 你送他 我送他 來 等一下 我送他 我送他 辛苦你們了 唱我的歌 我送他 他送他 他送他 我送他 我送他 我覺得其實阿淳雖然說 好像在生活上面 物質上面 比較不是那麼的寬裕 可是我覺得他是幸福的 因為他有兩個 那麼愛他的女人 你想剛才你唱歌的時候 我唱我 我唱不出來 因為我怕我會哭 我剛才有那個 有想要哭的那個衝動 就知道了 因為 他跟我講不講了 給我的感覺吧 也是算高興啦 因為我們以前很壞 現在變好了 人家有實在 他會聽說 做成你的人會辛苦 他也在演藝圈當中 也是欺負的 但是他平凡的 我們也覺得有可能 但是他欺負的 說我幫忙有實在 他還說很多 人家跟我們欺負的 我們要喝玫瑰是我們的 你怕喝玫瑰 這就是什麼都沒有 我也希望他自己 爸爸也是要喝 翁立勇的分享 讓阿俊和秀玲 受到鼓勵 結束這頓午餐 帶著來賓的祝福 待會兒阿俊一家人 又得出門擺攤 繼續他們的夜市人生 請客 他也會想得住 我和他在家 你擁有何問題 總值得決定 做好 大冰島 也會不會 如此 雲